嗨大家好,我是曝光新智的魏瑟 这一期啊,给大家抢先还原一下 全系一代梅塞德斯 AMGGT跑车 为啥说是还原呢? 因为啊,我们高传今年的冷静和马老师 已经在德国司徒加特奔职总部 AMG的诞生地举办的秘密评价会上 全球最早一波抢先看到的试车 就是AMG的两个创始人 最开始创立AMG的地方 然后这边都是他新的工厂 我呢,就一句谍照和他俩的口述 给大家来一个高清还原 走着 新车预测第73期 全新梅塞德斯 AMGGT将与全新的梅塞德斯 AMG SL 共享同一个底盘架构 可以视作为呢,AMG SL的硬顶版本 全新一代AMG SL冷静和马老师啊 已经在德国试驾过的操控呢 直接让他俩折服了 二达,走 我这劲儿有点顶啊 但你不敞篷,你怎么能感受到呢 nice 而同架构的设计也就让新款AMG GT的车车比例 不再是老款那种座舱偏厚长车头的设计 而是变为了两门四座设计 驾驶位呢,更偏向于车身中央的位置 做个新老款车车对比图 大家看一看比例的区别 这里给不属于AMG GT的小伙伴做个介绍 诞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 之后在1990年就正式成为了奔驰子公司的AMG 除了调校奔驰的发动机 更有着独立研发全新车型的用力 第一款AMG独立研发的全新车型 就是采用了欧一门设计的SL AMG 而第二款AMG独立研发的全新车型呢 就是2014年诞生的AMG GT 我这里做造型曝光的呢 就是AMG GT的第二代车型 来吧,顺滑的车身线条,简洁的形变 全新比例造型之下的全新梅赛德斯AMG GT 我就还原出来了 这个车测,你能呼应上吗 全新的架构之下 整车比例呢 有了新的变化 但只要你来到车头 你照样能够一眼认出来 这就是AMG 首先 冷静在德国看过石车之后告诉我 这个中网啊,面积巨大 看叠照呢,确实如此 夸张的大中网依旧是前脸的视觉锤 设计师甚至在中网基础上 将中网和下进气口速的一个衔接 让整个中网造型更加的夸张 气场十足 其次呢,灯组整体造型 依旧是AMG GT 上一代特型上这种偏向圆润的造型设计 而不是全新AMG ACL63上 这个无比锐利的设计 在大灯内部 最显眼的是三个长条形的日间行车灯 这个也是奔成最新的家族化设计计计 最后配合硬听盖上 类似肌肉一样凸切的能线设计 这个全新AMG GT的前脸 我们就这预设完成了 全新AMG GT 动力依旧会有多个版本 分别是AMG GT43车型 可能会搭配的是2.0T发动机 参考SL43车型 拥有284千瓦的最大功率 480牛米的峰值扭矩 第二照上 在车尾配备了充电口的这款 是一台插电混动版车型 很可能是AMG GT53车型 配备C63 SE相同的2.0T插电式混动系统 此外呢 还可能会有和AMG SL55和63一样的 4.0T V8版本 官方后期啊 可能还会推出性能无比炸裂的 V8混动系统 各位AMG粉丝们 你会更喜欢哪个动力版本呢 造型更加夸张 动力依旧炸裂 外加AMG新技术的加持 怎么样 一到五分 这个前脸 爱了不 在圆润的车尾 第一眼会吸引到你的 首先就是这个夸张的下包围设计了 除了耀眼的下阔三七设计 另外一个能让你热血澎湃的 就是双边共四处的方形排气了 而在车尾上部 尾灯组也变为了贯穿样式 尾灯内部是会影前大灯 日间行车灯的 三个横条小灯组设计 而转向灯呢 在下边这个位置 外加立体结构 冷静和马老师说 在实车上 那是相当惊艳 特别精致 那时我就不换了 因为造型和全新AMG SL63 几乎一模一样 这样全新梅塞德斯AMG GT跑车 就被我们清晰又完整的还原出来 各位AMG粉丝们 等实车上市 要不要闭眼冲一波呢 好了 我是喜欢玩和各种汽车 还老是曝光新车的位置 咱下期再见